Hello 大家好 又回到PI出遊奋道 今次要介紹的日本出入就是這隻 Flip Over Frog 它是一個很簡單的把地盤遊戲 首先有個旗盤 有些是牌 還有四張身份牌 這些身份牌都洗勻 每個玩家都一張 然後這些功能牌都洗勻 每個玩家都派兩張 首先要確認自己的動物是什麼 待會遊戲勝利條件很簡單 就是要令到四乘四十六格 Face Up 的卡 是最多自己的圖案 這樣就贏了 而遊戲的流程 先在牌庫裡抽一張 然後三張選一張打出 放在旗盤上 放在任何一格都可以 一旦你出牌的時候 你會發覺 這隻青蛙四個角落頭有箭咀 代表四個角落頭 如果有其他卡 你就要把它Flip 這樣貓貓圖案 就被人Flip走了 同樣地 如果你看到一些 Face Down的卡 你也可以 吸一張卡 代表什麼呢 代表之後有玩家 又想Flip這張卡 反轉 就會變成貓 同樣地 有時 你會看到一些糖果卡 糖果卡的功能 就是打出的時候 把一疊卡 扔掉 有兩張的話 兩張一起扔掉 然後最後 如果 蓋子沒有卡 大家都用完手牌 那就遊戲完結了 又或者 16格 已經填滿了 不能夠再打出任何牌的時候 遊戲也會完結 然後大家 就會公開他們的身份牌 然後就結算 自己 到底霸了多少格 這個例子 應該是金魚贏的 金魚就會贏出這個遊戲 這隻Flip Over Flop 希望大家都喜歡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這個頻道 下集見 拜拜 下集見